我們要來告訴大家今天怎麼回事啊 原來就是為了反核四的部分 又是包圍了立法院 而今天呢 林毅雄先生也開始進行了禁食 可是我們要說的 還是沒有平靜 有人衝進了交通部當中 為什麼 因為我們政府都沒在打擾了 我跟你說 今天有一個最新的新聞 我覺得這真是今天一個最大的好消息 但是問題是能夠做得到嗎 台北市的副市長張金鶯 說兩年之內要把房價減三成 你這樣子講但是你能夠做到嗎 我們就講嘛 如果你今天要開社會住宅 以政府來講你要做早就做到了 可是他不敢 他不敢得罪建商啊 尤其要選舉了 他們的金主都是建商啊 你認為他敢得罪建商嗎 再來告訴大家 我就要說今天怕一個說 什麼事啊 怎麼會這樣子說 核四公投竟然要拖到2016 要拖到2016 總統他們說我沒有說2016啊 可是話說回來就是2016啊 為什麼呢 他這個十六字真言 沒有核安就沒有核四 沒有核安就沒有公投 這樣子講起來很有道理 可是問題是 你的核安怎麼訂定 核安是你來決定的對不對 所以你當然就是拖過今年啊 我還以為說今天大家喔 願對自己的未來 你必須要承擔嘛 大家就來公投嘛 不要台灣再空轉了 不要再藍綠鬥爭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不知道是誰 怎麼會是想到這麼一個爛倒爆的方法 就是說這個公投的問題也不要提門檻 也不要提什麼 反正現在都不會發生 只要哪一天我說他的核安過了就會發生 你不是就這樣吊著我們嗎 我要講是一顆心 我們要懸到2016年 真的要講我差啊 可是對於馬總統來講 他很爽的啊 他就覺得說2016年又不是我在選舉 如果是朱立倫出來 如果是江儀化出來 如果蔡英文出來 如果蘇貞昌出來 那是你們家的事情 那不是君家的事情 不過我現在問這個事情喔 你現在講到 你說沒有核四封存 你只是說核安的問題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問馬總統 核四封存 不管你封不封存 你要不要人維護 你施工喊停嗎 當然沒有 還是你不放燃料棒 其他的照做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現在已經花了3000億了 到時候我跟妳講說 我核安過了我們來公投 然後我另一方面說 我跟妳講我都開差不多七八千億 七八千億下去了 你說做不做 我們大家就被你綁架 我能不做嗎 所以我們要講的是 哪個天才或哪個白差 想出來一個瘦主義 不過講到這個 我們還要來告訴您 在今天 真的為什麼說衝進了交通部 你可以看到衝進交通部 我看到有媽媽抱著孩子 我真的很難過 我們要講說 我們現在政府是不是沒錢沒錢 你現在就要衝進立法院 衝進行政院 衝進交通部 你才知道這個問題多大 我就要講什麼ETC的問題 當時你也是硬著來 把人家這個收費站都給拆了 你現在根本人家很多次 大概700人沒有轉業 沒有找到工作 他說我下一次就要躺在高速公路上 那你看今天怎麼會衝進去 一開始的協調會說10點多進行 但是這個會場太小 200人擠不進去 所以大家就乾脆一衝一擁而上 在入口的地方就暴擊衝突 然後衝進去了 衝進去以後在大門 大概有150個人衝進來 40名的警方根本就是追警 或者是保警根本是攔不住 然後你再來看到往下看 就是他們進到這裡面 乾脆就一屁股坐下來 然後唱雨夜花 雨夜花就是 那首歌真的是沒人聽見 像萬聖會花蟹落土 什麼時候再回 很悲的一首歌在這邊唱 可是我們的官員聽得到嗎 50個代表在這邊協調 最後說你是不是政府圖力遠通 你拋棄了勞工還我工作權 你說要幫我找工作 你現在已經多少天了 幫我找什麼工作 方養寧到現場作證 可是你看看這個媽媽抱著小孩子 滿臉的驚恐 為什麼 你看看我們請攝影大哥遵命一點 他必須抱著小孩子去 因為沒有人幫他顧小孩 他根本沒有薪水 他怎麼有人幫他顧小孩 他怕什麼 他怕的是小孩子被擠到 可是他必須要到現場 要不然他說 我們都沒有出來的話 你都不知道我們的問題多嚴重 你可以看到他們嗆的是什麼 他們就說乾脆國家來出面 安置收費員 ETC乾脆收歸國有了 你就說你國家的方式 安置收費員 像台記這些都是補償啊 你現在都不給他們補償啊 你就說我幫你找工作 有人說我去interview了五次 五次都是沒有結果的 今天您來看到呢 遠通發言人就說 已經積極協調 455個人已經有195人轉制 6月30號完成媒合 那還是有這麼多人沒有工作啊 他們就說 我們下午到重慶南路交流到 下一次我們就要躺在 國道高速公路上面了 我們講到這個再來看看 今天還有一個新聞 真的是台灣之光啊 因為在今天有公佈說 台灣有錢人有多少 站在華人的排行當中 我們台灣占了10% 但是我們這些有錢人 有沒有顧到一般民眾的感受 他說我有錢又不是我造成的 我就是有錢啊 可是你在有錢的時候 有沒有人想到說 我們要告訴一下政府 也要關注一下做事的人 你看到在今天 2014年百大華人的富豪 華人台灣當中第一名 旺旺主席蔡衍明了 2850億 排名第二是第二十名的蔡萬財 2300億 排名第三的是全世界排名36名的 郭董1600億 排名第四的是全世界排名44名的 正興輪胎創辦人羅傑 1320億 台灣呢 佔了10% 但是我們再來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今天 年代晚報看到這個新聞 很難很難抹去的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衝進了交通部當中 這個媽媽 年輕媽媽抱著小孩驚恐萬分啊 他驚恐的是我的工作到底在哪裡 我的工作到底在哪裡